我們看這題目 將例題2至英文成績調查所得次數分配表 第一小題 編制成累積次數分配表 那麼我們先看第一小題 首先在這裡 我們製作這以下累積次數這個欄位 以及以上累積次數這個欄位 另外在這裡 這是90到100這一組 所以我們要製作以下累積次數 那麼我們先把這總數40填進來 然後開始用減的 40減2 這是38 38減5 這是33 33減9 這是24 24減13 這是11 11減5 這是6 6減4 這是2 接著這以上累積次數 那麼一開始呢 我們是把這2填進來 然後開始用累加的 2加5 這是7 7加9 這是16 16加13 這是29 29 29 29加5 這是34 34 34加4 這是38 那麼38加2 這是40 所以呢我們就完成這個表的製作 接著我們看第二小題 3 4 4 4 我們分配折線圖 在這裡 我們以重坐標為次數 橫坐標為各組上下界線 那麼取點時 以下累積 我們以上線為橫坐標 以上累積 我們以下線為橫坐標 再以直線連接各點 最後同樣在圖形兩端 補上次數0的點 那麼如圖4至22